岳云鹏逐渐有了一哥风范 看师弟们的表演逐渐冷场 岳岳在后台焦急万分 换场时充当主持人的角色赶紧上去暖场 看到后台的老恩师一脸欣慰 还记得像是有新人比赛中 一位前辈明明自己水平不如人 却硬是用一句我们让了 暗示唐梁走河 胜之不舞 台下的岳岳看不过去 当即就在台上替师弟们出了这口气 或许此刻师傅在想 当年岳岳和大林之间 轰轰烈烈的一哥之争游在眼前 争来争去 如今少班主已经不在乎相声这一亩三分地了 岳岳却着实有了一哥风范 古举社招新人后 她也会专门去给师妹们传授经验 咱就是说 岳岳只是进步对点 但强调韵味还是值得师妹们学习的 由此宠徒 老郭该有多欣慰 而岳岳其实早在十年前 就略显一哥风范 原来云鹏早就有了一哥风范 这位小兄弟 他叫张云蕾 六年前 我们哥俩是好朋友 16年后 我们哥俩依然是好朋友 嗓子好 嗓子特别的好 我不行 我不行 我这人呢 唱什么都是你了女戏的 是吧 2011年 张云蕾到舱刚回来时 对自己极度不自信 总是不敢指使观众 此时 在小剧场 已出城小学的岳云棚 站出来 力捧自家兄弟 让我们这个小兄弟 再给您唱一个小段 好不好 一会儿唱 一会儿唱 我怕我想不起来 你让他唱 他哪儿忘了 我就接着唱 好不好 一会儿说 自己嗓子不行 一会儿说 自己忘词了 甚至专门将张云蕾 换到杜根位置 越如此贬低自己 就只为突出张云蕾 后来 张云蕾参加欢乐戏剧人 曾经拿过冠军的运萌 云蕾特意到后台传授经验 就是有需要我的时候跟我说 好嘞 好吗 别紧张 无所谓 拿出无所谓的心态 但是要做到一点 就是问心无愧 哪怕淘汰了 也觉得无所谓 除了帮助张云蕾 在秦肖贤初有名气 却受到大众质疑时 也是云蕾帮他解开心结 虽然如今家谱上 张云蕾是大师兄 但就资历经验来说 云蕾更有大师兄风范 其日常行动也在体现着这一点 德云社出去团建 无论多贵 岳岳也从没让师弟们掏过钱 义哥气质稳稳拿捏了 但相比一人之下的卢云蕾 谁能更胜一筹 卢云蕾在德云社什么地位 这恐怕是烧饼这辈子最怂的时刻 为了商演 不得不向大权在握的卢副总低头 其他师兄弟就更不用说了 没人敢惹一人之下卢副总 但云鹏鹏就不一样 作为德云一哥 不仅不受卢云瓶控制 甚至还当着师父的面挑毛病 他话里带刺的时候太多了 他有的时候 因为他的位置太高了 他有的时候 那个刺扎完之后 有可能人家疼好几天 他自己有点感觉 别看玉岳没有实权 但在德云弟子里的地位 无人能挤 团结人心这种事还得越越来 玉岳鹏老说我现在必须 我要定期的去传局了 因为我老怕影响人的工作 因为大家都很忙 所以能传的一块的时间并不多 看来无论是副总还是一哥 没必要争个高相 二人缺一不可 一个负责制度管理 赏罚分明 将大家的工作 安排得井井有条 一个负责聊天谈心 将师兄们紧紧团结在一起 如今 堆设如此凶有地功的景象 离不开二人相扶相承的付出 老郭有此徒弟 何其有幸 留言下期再见